这一节请李议员雨婷咨询 议员请45分钟 谢谢主席 市长以及各局处首长 还有各位媒婷女士先生 以及我们议会同仁 还有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市民朋友们 大家早安 今天是本席第三次市政总咨询 那首先呢 本席先感谢我们市政府呢 各局处的同仁们 大家在各个工作岗位上 全心全力的为我们高雄市来打拼 让市长的满意度呢 在全国拔得头筹 一步一步往移居的城市的目标来迈进 那本席今天呢 首次呢 我想先针对我们高雄市铁路地下化 来做一个探讨 那目前呢 我们本市呢 为了各区的发展 以及铁路沿线景观再造 振兴经济 那我们本市呢 推动了铁路地下化的工程 那这个工程完工后 将串联左营高雄 以及凤山的商业核心 那我们预定呢 目前凤山计划呢 整体计划进度 已经完成了44% 那我们预定在106年底通车 那本席的选区呢 是包括林园跟大辽 那宇廷呢 也接受了很多 我们大辽乡亲的一个成情 说为什么我们铁路地下化 没有规划到大辽 因为呢 在大辽后山火车站呢 后庄火车站 他通到江山里 那这个里呢 我们后面很多住宅区 本席曾经在我们江山里的一个民宅里 差不多10分钟就有三班的火车辆经过 那声音也是很老民 所以他们说呢 他们每天早上呢 从上午5、6点就到晚上11点多 每天呢 都一直重复着在听着火车的声音 那也向本席来反映 如果我们的铁路地下化 能够延伸到大辽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交通局长 目前我们有没有这个规划 请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的关心 目前高雄铁路地下化 它是分成两个计划 一个是左营计划 一个是凤山计划 那凤山这个部分 主要是到达我们这个 大支路桥 凤山的大支路桥 目前是还没有再往南边延伸的部分 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 光是在完成凤山的计划 整个经费就 市府要分担的经费 就相当高了一个数字 那当然如果未来 整个情况如果是允许 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一个 做比较长远的规划 不过目前应该是先以完成 这个到凤山计划的目标来推进 所以我们到106年底 所以我们就是会完成到 整个铁路地下化都会完工吗 目前比较新的进度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是铁工局 他们的工程 那在凤山的这个计划里面 因为有一些原因 他们前一阵子有提到说 可能工期会稍微延宕 那我们也还积极地跟他们去了解 到底主要的障碍在哪里 我们并不希望 这个工期跟原来预计的106年底 会有落差 希望能够如期来完成 是 我们局长请坐 我们都很热见 我们高雄市的交通 在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它的交通的一个便利性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一个我们高雄市区 原高雄市区这么便捷的一个交通网之外 我们原高雄县 就是我们的大辽林园 包括我们的捷运 包括我们的轻轨 我们都希望我们这边市府团队呢 能够我们能够注重啦 因为我们也有将近二三十万的人口 那大辽林园呢 也是在我们38个行政区最南边 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尤其呢是我们大辽的一个铁路网 它是非常靠近民宅的 那那些民众呢 他们也都很多愿言也很期待说 我们未来的铁路地下化呢 能够延伸到我们大辽区 让我们呢 大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也能够提升 那我想再继续探讨一下我们的核发产业园区 这个核发产业园区位于大辽 有两片合计136公顷的土地来整并 那可释出制造业可以使用的厂区的土地高达85公顷 那是国内呢 闯产条例实施后呢 第一个政府编报的工业区 那规划四个产区区块 分别是金属加工以及机械制造 电子电力产业以及交通类的工业 所以呢 我们预计呢 等这些厂商进驻之后呢 预估年产值高达350亿元 也增加了1万名的就业机会 那我们市府呢 在2015年呢 也就是去年的9月呢 跟合作开发的土地开发公司呢 我们已经有签约了 但是呢 据我所知呢 目前我们市府还有开发公司呢 跟当地的里民还未达到共识 还未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回馈计划 例如我们上辽里的建设 它的道路开辟呢 以及我们上辽里的里民呢 都很期待说 他们有一个里民中心 活动中心 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金发局长 我们在这一个区块呢 有好好跟我们上辽里的 或是我们周遭的大辽居民 有做一个进行的沟通吗 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谢谢李议员 对合发展议员区进度的关心 那您的问题我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现在有些工程在进行 那事实上工程的进行 在这过程中 也邀请了许多 可以适合做这个工作的里民加入了 包括开一些动力机械在内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提到的就是 它比较需要一些规划时间的就是 一个因为现在提到就是单纯的一个里民活动中心 那也有提到公园之类的 那因为我们这一个产业园区 其实它保留的绿带面积非常的大 那所以它绿带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尽量的公园化 包括自动池在内 就花很多行事在想这件事 那另外一个至于您提到就是说 里民活动中心的部分 那我们需要一个空间 那是不是里民活动中心 因为里民活动中心就会从民政系统来 那其实我们需要一些更多的考虑 不过 不过我再强调一遍 我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其实有思考 就是我们有在规划 要做一个可以活动的空间 有做一个可以活动的空间 在哪一个地方在园区里面吗 不是在园区里面 不是在园区里面 那至于那个经费的如何分担 那是不是可以列入开发成本 这个部分法律上我们还在研究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到 那因为这个园区开辟影响 基本上它正负面影响可能都会有 但我们希望能够留下 比较多的正面的效益 谢谢 是一个园区的开发 这是投入了相当大的一个金额 那产业园区进驻之后呢 我也希望我们的园区呢 核发产业园区 和我们附近的居民呢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邻居 那刚刚局长提到 我也想再请问一下 如果这个产业园区进驻之后呢 它有没有保障 我们当地居民的一个就业机会 根据我们资料显示是 它可以创造一万个就业机会 那我们有没有跟当地居民或是有一个保障 好 我回答李议员 关于这个问题 它两个部分 也跟您原来提到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核发产业园区对大辽地区的一些工商业活动 有什么样的效益 我先说第一个 现在我们产业园区开发 大概都是除了工业使用以外 那有一定比例的附属事业的使用 基本上它可以拿来做商业使用 那这一个园区 我们都是在比较交通要充的地方 规划就是商业使用的部分 好的土地 所以会有商业使用 因为比方说大发工业区也在旁边 一个比较好的餐厅等等的这些 我们都会来规划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您提到就是说 周边里面的任用问题 这些事情其实开发商在一开始 都有跟我们讨论到 他们也同意会优先 来聘雇这一些周边的里面 那当然我们有些比较 因为可是有些生产工作 其实它有技术门槛 那可能是比较没有技术门槛的 我们尽量朝这方向来努力 好 谢谢局长 那我们刚刚提到呢 我们关于上料理的里面活动中心 那我们之前呢 之前开发公司进行沟通的时候 还有我们的市府同仁 好像有跟当地的里长提到说 这个要新建里面活动中心 好像要先自筹一百万 那根据雨婷所得到的资料 好像这个里长就去借款了 就去拿房子去抵押 然后借了要把这个一百万付出来 但是后来呢 我们这个里面中心没有了 没有了消息 我想请问一下民政局长 现在目前新建里面活动中心 它最新的规范 还有没有停留在我们当地居民 一定要自筹一百万 有吗 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其实我们还是一样的这样一个规定 还是要有这个自筹的部分 那自筹的部分其实重点是在于 因为一个里面活动中心的一个新建 它除了新建的费用以外 未来还有一个管理跟营运上面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一笔钱 其实是未来在整个营运上面 跟开支上面的一些的一个调节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一个整个概念上 我们并不那么强力去支持 所谓的一个单纯的一个里面活动中心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尽量的炒 多功能的一个综合鼓励 目前我们市府所新建的 都是多功能的一个活动中心 那刚刚局长谈到的 未来的管理 我觉得现在每个社区都做得很好 都有志工了 反而你盖了之后让那些社区来使用 来认养 来管理 这是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只是重点是在 我们既然这个合法产业园区 投入了那么大的一个经费 也招商了那么 蛮成功的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在上聊里 他们共同的期待 是有一个里面 一个综合活动中心 包括你楼上可以盖图书馆 下面让里面活动 我想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好 但是是不是一定能够 是不是一定是在大发的这个基地里面 我觉得这还是必要做讨论 因为其实在整个工业区里面 它会有一个情形 不可能在园区里面的 只是说在他们周遭的一个里 那离他们最近的就是上聊里 那如果说在上聊里 因为现在上聊里 他的建设 还有他的这些人口都是 很古薄的 都那些老板 但是他们在社区大家都很活跃 他们都共同的期待 说我们邻居来了一个 大的一个开发中心 一个产业园区 他们希望说能够回馈我们当地 也提升我们日后的生活品质 所以他们希望说 就是这么期待一个里面活动中心 从我们合发产业园区 刚开始在计划 刚开始在筹措的时候 他们就很强烈的 很明白的一个表达 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希望我们市政府呢 这边呢 我们在招商的同时 我也希望说能够照顾 我们周遭的里面 是 我想议员的这个利益很好 我们也都能够了解议员 我想可能在整个环境空间上面 我想我们还要再有一些的 评估跟一些寻找 那请局长回去 我们好好跟上聊里 周遭的里面沟通 看我们上聊里那边 是不是有适合的一块地 然后来盖这个综合活动中心 好 我们再来评估看看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我想要探讨 因为雨婷在这一次呢 我们也担任那个 我们教育小组的副召集人 那目前呢 我们台湾的教育 那一天我看了一个 这段话我心里真的很震撼 虽然讲得很平凡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心去体会的话 他说教育教得好 社会就会好 教育教得不好 社会就会不好 那由目前呢 我们的情况呢 我们台湾的教育呢 现在是很值得人深思啦 因为目前呢 台湾的教育呢 我相信我们议会同仁呢 在前些日子里呢 非常重视我们的校园安全 以及我们的营养午餐 那也提到营养午餐呢 我之前也得到看到一个报道 台北市的营养午餐呢 在一百所里面 一日产十公顿的厨余 那年产值等于1.87亿元 所以目前的我们的营养午餐 如何能重视 如何把那个营养午餐的值 把营养午餐的这个营养提升出来 目前是 那小孩子宁愿饿肚子 所以不愿去吃营养午餐 所以我们教育局这边呢 也希望能够好好督促厂商 和喂营养 小朋友他们在学习当中 而且现在也还在成长当中 我们的营养午餐呢 是很值得我们去督促 很值得我们去正视 那还有校园安全呢 在前些日子里呢 我们一员同仁也十分的重视 那雨婷之前呢 也一直提到 目前我们的国小呢 它的围墙都是已经打掉 社区化 那这个是对社区 一些对我们邻近的里民是很好 他们可以进去社区 进去那个学校里面运动 那目前我们还有一个 一个问题 在林园地区呢 我们晚间要运动的 目前白天是我们也没什么运动场所了 那晚间要运动的 我们大家都会去 学校的运动场 但是到了运动场之后 里面是暗闻的 是没有灯光的 那对这一点呢 我们之前呢 也一直在争取 如何在我们林园大辽区 能够有一个风雨球场也好 能够有一个可以运动的场所也好 我们雨婷接受到很多喜好运动的 一些慢壘球 羽毛球 桌球 篮球 他们都希望呢 在当地能够有一个休闲运动的一个空间 那目前我们这边是还在努力当中 但是他目前可以运用的就是国小的运动场 还有国小的篮球场 那国小的篮球场呢 据我所知 他们是要投币才有灯光 运动场呢 他们在那边散步 走路 慢跑 运动 是完全暗蒙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希望我们教育局这边呢 也能够好好的 看跟学校怎么来配合 在学校晚上 有一些灯光 让我们喜好运动的 饭后散步也好 还是平常做慢跑 做运动的也好 他们能够有一个明亮的一个运动场所 那我在这里呢 也提到了 我们之前呢 台湾是一个 呃 这个报导也希望 也我相信我们的教育局呢 也很重视了 目前 呃 我们的国际评量里 台湾的学生 一层的学历不足 那中 国中小 20万人 恐 恐做等失败 了 为达激励学历呢 20万人 的学生呢 他们是在等 等待失败 那为什么 我们教育学者提出 因为 第一点 学生看不到未来 第二点 老师失去热情 第三点 呃 我们的政策 缺乏共识 那提出这一点呢 还有我们看到了这个比例啦 台湾的学生呢 呃 在 为达基本学历呢 就是表示 为具备参与现代社会运作所需的一个基本能力呢 台湾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三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那目前我们国中小的学生里面就有一成的学生呢 他为达到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一个基本能力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期待 我们新的政府呢 呃 蔡英文总统所带领的一个新的政府呢 对我们的教育 包括呢 刚刚提到的 我们的营养午餐 我们的校园安全 还有未来我们学生的提升能力 能够做一个很很很 很严格的一个重视 那我想请叫我们的教育局长 您曾担任过我们教育部的政务次长 那以你一个全国的一个经验 有一个中央的经验之后 我觉得您可以发表一下 简单解释一下 您对未来台湾未来的教育 有什么看法吗 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议员 那有关于这个PISA 2012年的这个测验 是测验15岁的学生 他是阅读数学科学的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数字 其实不只是高雄市 全国性的都觉得这个警训很严重 所以教育局这几年来是全力在辅导 就是学生学历的提升 那尤其是这个年龄 跟我们的国中会考的年纪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每次国中会考完了以后 其实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学生的落点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些学校都要加强 那怎么样加强呢 就是我们的国教辅导团 还有我们各种的翻转教学的方法 希望到学校 能够让学校的老师 真的对有教学的热情 然后开始以学生为主体的翻转的教学 因为你如果用原来的方式 恐怕是没有办法教会这些学生的 而且问题也不是从国中才开始的 那只要往国小三年级以后 就要开始注意他的学习 那学习从阅读开始增加 他对知识的吸收的能力 那数学科学这个部分一定是教学方法要改变 我们现在都是全力在做这些事情 那还有就是教育部其实也补助了很多 补救教学的经费 那民间有很多团体投入补救教学课程的研发 总之这个就是目前来讲 是教育局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 要改善的方向 是 现在我们台湾的教育 好像就进行了到了一个M的一个社会趋势 然后可以经济比较好的家长 他们可以去让学生学才艺 那对于比较弱势或是偏乡的学子 我觉得对他们很不公平 那他们就已经弱势了 还是偏乡了 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投入在这一群的学子身上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之前呢 去参访了一个实验学校 我觉得那一个是做得很好 尤其呢 看了之后我的心得啦 我们去旗山还有去中文国小那里 看了实验学校 看了之后我就觉得 他们好像回到我们小时候 那么淳朴 那么天真的 他们的教学呢 没有感压式的一个教学 只是慢慢的用生活 让他们去体验到知识 那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也希望说 能够在我们大辽林园地区呢 能够来带动一个 也来做一个实验学校 尤其呢我们 善伟地区呢 也有很多 那个外配的学子啊 那我们现在东协在进步 我也希望我们也一直跟学校沟通 希望他们呢 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 那未来呢 在国际竞争上呢 他们也有一个得到一个优势 因为妈妈本身就是越南印尼的 那我希望他们将来台湾之中呢 他们还能够教导他们的下一代 能够说把这个母语学会 未来呢 他们出了社会呢 能够在国际上有一个竞争力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一群弱势的 这一群偏乡的学子 我希望目前呢 我们从我们高雄做起 从我们高雄市的教育局做起 然后来关注他们这些学子的一个 未来的教育的一个发展 确实林远讲的方向 我们非常赞同 我想我们都会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做 那这几个区域的偏乡的学校 其实我们所谓的偏乡跟小校 数量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会分区 一区一区的讨论 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像学员的方式 那互相发展特色 那另外可以走向实验教育 这是需要规划跟去推动的 谢谢 谢谢局长 谢谢议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目前呢 我们环保局呢 我们市政府这边呢 相当重视 包括我们市长 相当重视呢 我们市容的一个整顿 那前些日子呢 我们一直接到民众来诚勤 他们乱贴 不是乱贴广告 在住家铁皮屋的下面贴广告 那我们环保局这边也没有劝导 也没有就自动把他们的电话停掉了 那我觉得呢 这让我想起了 我们觉得呢 一直开罚单 一直让他们的事话停掉呢 这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民怨 所以呢 我们市政府这边是不是应该来提供一个管道 跟一个平台 这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 那这下你看这是也是我们台湾的特色啦 我们商业区的街道呢 从以前呢 都没有一个管制 所以呢 外国朋友呢 也一直说 哇你们的街道怎么那么热闹 那我们高雄市这边呢 进来一直在推动我们的电缆地下画 那是不是我们也从我们的市容整顿呢 包括这些看板呢 来做起 那我们三月份呢 我们议会呢 去了欧洲参访 那我在这边我拍了 我看了欧洲的街道 我觉得这个街道 他们的街道很很有艺术化 很美观 那也请大家看这个影片 这是一个自动转换的一个广告 它就在公车站旁 它是一个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广告 那里面呢 包含很多好几个一个商业广告 我觉得他们做的那么简单 又那么 不是说很美观 但是看了就是让人看了很舒服 你看这是夜间的 它慢慢成为夜间 夜间也是一个 慢慢一个灯光 也不会很刺眼 那目前呢 在我们高雄市的街道 我看到很多 三角堂 它有那个霓虹灯 LED灯 他们来做 有时候我们在停红绿灯的时候 看了那个广告 有时候都 也是觉得蛮刺眼的 所以呢 我希望呢 环保局这边呢 能够在取缔我们广告的同时 开罚单的同时 停话 停他们市民电话的同时呢 我希望呢 在我们高雄市 也能够提供 类似这样一个美观 又经济实惠的一个广告平台 那请遇下环保局长 目前我们这里有做何规划吗 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那这个部分 这个方向 分成两个部分 来跟议员做一个报告 那现在 以我们的这些商业性的广告 那相关的业者 可以按照目前的办法来申请 他要插舍 或者是张贴的广告的地点 这个部分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法规 那要收费吗 这个部分 是有定定 有收归费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部分 业者可以按照这个办法来申请 那另外环保局现在正在事办 就是从我们的公共脚踏车的租润站 那我们现在预计有63个站 就是要未来提供这个广告的一个看板 给相关的业者来申请 那这个当然是要缴费的 那李议员刚刚提到的 这有关于自动转换的广告 这我们来评估演绎看看 有没有适当的地点 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一个 相关的配套的部分 能不能搭配起来 谢谢议员的一个指导 因为我们去欧洲参访的时候 我也有看到在民宅他们的墙壁上 比如说就是他们的墙是面向马路的 就侧边是面向马路的 他们也是坐在他们的民宅墙壁 就类似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市民朋友用在人家的广告墙里 那不是公用的 他们也是自己设的 但是他们就可以找好几个 差不多五六个或是十个以内的一个厂商 或是公司 需要广告的公司 然后他们就做一个这种 这种一个自动转换的广告 我觉得这很实惠 而且又不影响市容 那在我们停红绿灯的时候 也很能够吸引我们的 他们所需要的一个广告效益 那就看他们这样转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我在我们高雄市能够慢慢的去推广 这一个平台 谢谢局长 这个部分我们会评估看看 有没有后续能不能照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设置 是好 局长请坐 那我在本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欧洲 我们考察这一次参访的一个小心得 那相信很多呢 我们市民朋友也好 还有我们市府同仁也好 都去过欧洲参访 那在整个欧洲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整体的维护呢 是相当令人赞叹的 这些建筑物呢 都好几百年了 虽然呢 跟他们的气候 还有一个地理条件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在参访的时候呢 得到的一个心得 他们虽然有些是民宅啦 但是呢 他们如果要做一个外观的一个翻修呢 都希望 都都需要 我他们当地的政府同意之后呢 才能做一个更改 但他们当地的政府呢 都一直希望说呢 能够把他们的古迹 把他们的建筑 把他们的文化保留下来啦 所以他们欧洲在法国呢 曾经他们当地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啦 在他们古代的祖先呢 如果回来呢 还能够看到 还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家啦 那这一段话也值得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醒思啦 那我们刚才提到呢 在欧洲呢 我们还 还有看到一个 就是他们的环保车辆 环保车辆的一个补助 就是他们路边停车的时候 就是会有那个插电式的 有那个插电式的汽车 所以呢 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 在向我们全世界推展一个 低能减碳的时候 减能减碳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那个环保机车呢 也做得很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这是中云渔港 渔港的一个制网场啦 也是一个赛网的地区 那他就位于凤云宫的对面 那对面呢 有一个我们市政府之前 做了一个景观台 那这个景观台呢 在晚上的时候呢 也非常许多民众呢 许多民众都会去那里 听在那里悠闲的坐着 然后在那里看海 但是周遭这个制网区呢 是我们当地居民 也是很多居民在反映啦 如何能够好好地规划 我们渔民身材器具啦 那很不幸的 这是我们目前的状况 之前的状况啦 那我们在今年1月30号呢 我们的渔网招人重火 那渔民的损失非常惨重 因为呢 如果一件价值比较高的 很大量的渔网 差不多价值四五百万 所以在一夕之间呢 火烧成这样 造成地区呢 当地我们相当一大的 一个社会新闻啦 所以呢 我希望 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呢 很多渔民 雨停到现场 很多渔民都一直希望说 我们海洋局这边呢 能不能规划 一个让他们渔具的 一个制网区 或是我们局里这边呢 跟我们渔会这边呢 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怎么去规划 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景观台 那在这边呢 又是我们渔民非常需要 的一个身材器具 那这两点呢 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海洋局长 请海洋局长回答 谢谢医长 谢谢李议员 我想当然1月30号 这个重火案件发生之后 那渔民朋友也大概 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那我们在善后工作完之后 其实也有跟渔会这边 来互相沟通 因为过去这样的一个 整个这个赛网 以及储放的场所 其实大概都以货柜的方式 做储存啦 那所以说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因为就在位于 整个观景平台后面 我们也希望 把重新这一块 然后整个来进行设计 跟规划重新整理 然后这样的一个工作 也目前跟渔会这边 有在进行沟通 我想我们也 我会也希望 都来加速这样的一个 赶快设计规划能够完成 然后提供给云民朋友 有一个比较好的 那个厨房的场所 所以目前的沟通 是还没达到共识吗 可能还是 在细节的部分的设计上面 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讨论 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我希望 我相信呢 我们市长也很不乐意见到的 我们市府呢 投入了经费 做了一个景观台 来供民众休闲 那旁边呢 就是一个 那个就让渔民这样 你没有管制 也没有之前说的 您说的 他们就是用一个货柜 然后这样就这样炖的 其实有些是没有在用 没有在使用的 那有些在使用的 他们是都收尾米在里面 所以我希望说呢 这一个问题发生了 没有收尾米在里面 说那个嫌犯说 他就是丢一下烟地 那会就收开了 我觉得这是 大家是都没相信的 因为那种尼龙气菌呢 怎么可能一个烟地就这样点火烧起来了 而且还烧得非常严重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我们的地区呢 也是非常长久了啦 大家都不知道是要怎样啦 包括我们这边 我感觉像也没有积极去推动 那我参考了台南的渔港 或是那些渔民 他们的喜悔 他们都做到很熟悉的 用一些漂流木 或是一些棧板 他们这样用的 这样也是漂亮的 所以我希望说 好不容易我们有了 这个景观台 而且现在人潮也都很多 我希望呢 我们海洋局这边 跟我们渔会 好好的来沟通 怎么让我们保障 我们渔民的身材器具 怎么保障 怎么美化我们的这个景观 好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持续 跟渔会这边来沟通 然后做出一个 比较好的规划 要多久的时间 我想尽快 我想是不是 我在一个月内 能够提出一些初步的 这样的一些规划方向 这样子 好 许章请坐 那我们又回到一个 比较 这是林园的美丽与哀愁 这一张照片呢 是我在清水岩山上呢 往下拍的 那一天呢 天气也是灰蒙蒙的啦 那我们之前 日前提到呢 林园整个工业区呢 它的产值是破灶的 但是呢 我们的生活品质呢 是蛮落后的啦 虽然我们市府这边很用心的 在这几年呢 在我们林园地区的一个道路开辟 还有公园开辟呢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呢 但是呢 我们觉得还是希望 在我们林园地区呢 跟我们做 这个工业区 跟我们的居民做一个邻居啦 也是希望能好好地共存 那这上面一张呢 是我们林园沿海路 两张都是沿海路 上面那一张是快靠近工业区了 你看大家看后面有烟囱 那下面这一张呢 是我们从小港 一进到林园地区 这是在中门里 就是林园的蒙面啦 我都一直希望说 那林园的蒙面 为什么只是这样而已啦 我一直希望说我们的 像我们高雄市区 我们的那个中央分隔岛 我们种了很多大树 还有两旁的树木 所以我 我一直感觉 我们林园的绿地 跟树木是不够的啦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公务局长 您对于这个林园的 重要一个交通干道呢 它适合来种 这种有绿荫的大树吗 可以 请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议员 其实这个部分 当初我们也跟公路总局 来做一个讨论 我们希望是说 在中央分隔岛 是不是来再种植一些 比较珍贵的桥木 那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 公路总局目前是不同意啦 为什么 据我了解是说下面有一些管线 会影响管线 目前我们了解是这样子 没有关系 我想我们再来持续跟他沟通一下 对啊 我觉得就影响管线 我觉得就整个林园人就这样牺牲 而且之前我还听到一个声音 说因为有时候会 林园工业区需要运载大型的锅炉或是什么 会影响他们的交通 我觉得这在我们当地的居民 天内都不可思议的 尤其呢 林园的空气污染那么严重 我们需要树木来 来那个啊 对啊 所以我一进 每次一进到高雄市区 我都觉得树木种那么多 真的是很好 那林园的门面 你一方去看 那到林园 就是那么稀稀落落的 我觉得这种观感真的很不好 尤其呢 这张也是我从那个清水檐下往下拍的 你看我们的林园的绿地是没有 就好像是农田才呈现一个绿色的一个景象 那这一点也是让我很满 那本期蛮心寒的 为什么林园的绿地那么少 那我们局长也是很重视我们公园的开辟 也是很重视我们林园 很重视我们树木的一些种植的一些方法 好 比如说你之前提到的 你希望现在种植了之后 在我们若干年后 它所开出来是同一种 同一种花束也好 同一种特色也好 就是整片的这样 那我希望你目前对于林园的绿地有什么看法 我们从前一两个年度 我们有开辟到公室、公室一跟海洋湿地公园 我们有开辟这三大公园 那我们今年度还要开辟三个 还要开辟三个公园 那另外我们是想说 在这个道路上有安全岛的部分 那就尽量来种植我们的树木 对啊 你如果说以它考虑到管线 考虑到我觉得还有适合的树木可以种 我不希望说你问的棍林 你问的主要干道都是都是这样 这样做极蜜的这样你有感觉吗 这个确实是不怎么好看 对啊 是 我感觉待会搞起来 我们两旁的树木也好 还有中央分隔岛也好 我都觉得种得很漂亮 让人家就感觉很舒服 那我们任问的问民 人家委秀工还要告诉任问 说你任问怎么这样 那是 因为空气污染那么严重 为什么不多种植树木来稀释呢 好 局长请坐 所以我希望呢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公务局这边 还有养工处这边呢 能够做一个探讨 那如果说我们的沿海路 是跟我们的公路总局那边呢 来进行做一个沟通 那把我们当地的林园区的居民 的一个期待呢 能够反映过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林园的特色形象规划 这是在我们脸书上呢 我们一个网友他设计的 然后传给我看 那我之前呢 在咨询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希望说 林园的农产品 农产品是我们的洋葱啦 林园人有在说一个 一个很好玩的 也不是很好玩 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 他的话语啦 说我们要洋葱不要烟葱啦 所以呢 我希望那林园可以葱葱葱 但是我们是要这个葱 因为呢 那林园呢 洋葱的种植地 和我们行春比开 林园的洋葱是没输行春的 这我在种植询的时候 或是我们业务报告的时候 我也一直提到了 那从我们网友的一个巧思之中呢 他把这个洋葱呢 可爱化 把这个洋葱呢 用得这么可爱 还有做了很多系列的一个产品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农业局长 目前我们在洋葱的一个推展 我们目前有达到一个全国性的推展 或是我们有做了什么 我觉得是还要再加强 再进一步的一个做一个宣传 请局长解释一下 请局长解释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那再跟李议员报告一下 那林园洋葱呢 其实在全国是相当有名 因为我们的农民朋友呢 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可以支撰品牌呢 跟 差异化 那所以说我们的生产履历呢 也是全国最高的 最高的 那么现在在推动了 整个洋葱的产业计划呢 现在也是全国最高 大家说到洋葱都想到行春啊 不想到我们人问啊 我给你报告一下 因为那边的面積比较多 那洋葱是后面才积极直追 我们现在我就九十到七百公斤 最有嘛 那么但是我这边呢 比如寒冷的时候 我们的洋葱也是有生产履历的 不够不够 不够不够 因为我们结合高雄市三十九家的绿色有餐厅 都在修用这个洋葱 所以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店 台北的店要来弄我们的洋葱 也买不到 那另外呢 我们比较可喜的现象 我们今年的洋葱要参加生产履历了 应该还会再增加 那我们希望多熊林园的洋葱是一个既有品牌的生产履历的洋葱 跟车先给它插一块 这样安靠有法跟他们竞争啦 那农民的收益也比较好 那今年介绍呢 今年介绍生产履历也不错 生产履历也不错 因为你如果没有生产履历 你的差距一块 一块差不多十多块 是啊 是 因为这个林园的洋葱啦 林园的农产品啦 局长请坐 林园的雨产 最近呢 我们的虚子 虚人朋友呢 最近这一股位呢 都抓不什么虚啦 那他们是不是有在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工业区的一个存在 所以呢 影响了生态啦 那这个问题呢 呃 我们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好好的一个探讨 那虽然工业区在这里了 但是呢 本期一直希望发展我们林园的观光 发展我们的林园的农产品与产品 所以呢 希望呢我们呃 呃 呃 我们呃 我们业业局呢 我们局长呢 能够好好的跟我们渔会农会呢 来做一个沟通 那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呢 在三月的时候 我们林园福伦社接待我们日本东京道成寺的市长 他随着 呃 道成寺的 道成寺的社友过来 那他送给我们林园福伦社的社长一个这个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公仔 那我说他就提了说啊 我们道成是这个水梨 所以我希望我们秘书处这边能够把我们的洋葱造型也好 把我们的就是做这一个造型 然后推广给我们 我们台湾各地 甚至我们的外宾 哈 外来的兵 那这个也是呢 洋葱的一个造型的后车亭 这都是网友他们巧思出来的 那如何 我们刚才说的 既然林园门面是这样而已 那如果我们再多加一些巧思 把我们林园 提供给我们好 对行吗 还是多加一些巧思 但是就是说 然后我们来 应该找到 我们修讯的 向前总ados